大家好,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約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你好,又是我阿基,我身旁這位仍是我們的美制設計師 託為整裝的Loki 上一集,我們參觀過華法觀山水機的草毛坯 精裝過程 Loki 帶我們來到這裏看一個已經完成整個裝修效果的單位 是,今天我們來到珠海的時代天吻 時代天吻是一個精裝修樓的小區 然後我們又做了一些軟裝搭配 還有長生顏色的修改 不如我們直接想帶大家去看現場 直接看現場 事不宜遲,走 好,走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漂亮樓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裏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我們現在來到這裏 已經是裝修好的一個單位 現在在做一個結尾修緝的工作 沒錯 接下來就有Loki 帶我們來講解一下這個單位 做了些什麼 OK 由我來帶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這個單位做了什麼 當然今天我們來也有剛好 我們的師傅還在進行一個收尾 就是一個匿忙的工作 還有一些研修的項目 當然我們進來之後 其實時代天吻這個戶型 它也是有一個入戶花園 其實本身那個時代天吻 它在交修的時候 已經做好一些地磚 還有一些長生的雨膠漆 還有一些塗料的顏色 我們幫下戶增加了什麼呢 增加了這個 我們幫耳主做了一個凍凍網 就是這個上邊可以有時候 給耳主用來掛一些工具 這些東西 是很實用的 很方便的 上邊會有些活動 有些枝架 可以給耳主掛一些雨傘 這些工具這些東西 另外呢 去到這邊 我們又幫耳主做了一個鞋櫃 當然入戶肯定有一個地方放鞋 幫他做了一個鞋櫃 然後呢 你看到上邊我開了一些洞 因為為什麼 本身這個入戶的位置 它那個天然氣 還有熱水是要安裝在這裡的 所以我們安裝這個櫃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用來放東西 第二個 我們可以遮住管道 這些管道 在這個 經這裡的管道 是遮住在櫃裡面的 沒錯 但是呢 因為天然氣 它有一個安全要求 所以我們要在門板上 要開透氣孔 防止萬一有煤氣洩口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位置可以通風 還有一件事 Loki 我剛才很奇怪 我走到你這裡 為什麼會有風吹出來呢 然後我看窗 沒有開的 然後看一看 嘩 原來上面做了一個通風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有一個白熱窗 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白熱窗 也不是我們家的 其實這個本身是耳機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位置 要安裝燃氣 你知道燃氣的話 它排氣還要有熱氣 所以它一定要有深鮮空氣 裡面 才可以造成一個 天然氣的正常燃燒 這個設計可以 你們也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每個地方的細緻 要陰影每個區域的功能 去盡量一個搭配和裝修 好的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 我們的師傅也在裝著 防止網 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 拆下來本身的窗 那個防護欄 因為剛才我一集都說過 我們要裝蚊網 要拆掉防護欄 然後才會裝得漂亮 等一下我帶大家去看看 好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長生有一個長片 是的 這個耳主 他家裏有小朋友 因為本身 以膠修時的長生是乳膠漆 然後我們幫耳主 考慮到 經常怕有掛碰這些問題 以及整天可以做一個裝飾 我們幫耳主設計 一個護膠板 做一個半腰膏 然後這部分 我們將原油開發 上乳膠漆的顏色 進行改色 這個顏色是一個 坦坦的灰色 這種其實是甚麼塗料 這是一個乳膠漆 乳膠 是 是 我們特意做了一些紋理 讓它有些質感 然後我們這個顏色 搭配了整個屋子 有傢俬 整體裝修的風格顏色 令整個屋子的風格更加一致 因為本身的開發箱顏色 是淡米黃色 耳主覺得有些不太喜歡 我們還有一個替換 然後來到這邊 這個位置還有一組鞋櫃 是 這組鞋櫃是本身的開發箱 配置鞋櫃 然後我們就拿回我們的版材 跟它追上一樣的顏色 大家不會浪費我們本身的開發箱 鎮櫃 然後我們又可以搭配它整個風格 所以這個櫃 耳主是用來做一個 當作餐邊櫃 因為剛剛也說過 餐邊收納櫃 是 耳主是有小朋友的 他有小朋友的家庭 會有很多納納的東西 要放置 我們幫他在這個 廚房門口 設計了 我們稱為餐邊的儲物櫃 它有兩個用途 一個用途是用來儲物 第二個用途 它本身 其實開發箱 交收的時候 這個位置有一個推拉門 如果沒有這組櫃的情況 這個門 藏起來是很顯眼的 就是在外面 而且也是說 如果有小朋友 他會撞過去 怕會撞到球 所以我們做了一組櫃 第一可以儲物 第二可以遮蓋到那裡 變成那裡是一個隱藏式的車輪 除了說這個區域 本身是開發箱的 交收標準 這個我沒有改動過 沒有改動過 然後到我們的廳位置 我們全部的傢俬產品 包括一會看到窗鏈 全部都是我們公司自己的產品 包括你現在看到的燈色 都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我們追求的就是 整間屋子 全部一式個 幫我們業主去配搭 而且它又省身 不用整個自己去 就是一條路 一條路 幫它搞定 我們可以保證功能 和顏色方面的風格 是搭配的 這張是一個 叫功能性的餐桌 應該可以打開這麼大的 是一個功能性的餐桌 然後我們平時的這張餐桌 你看看 這是一個方形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餐桌 可以拿下來之後 變成一個圓形的餐桌 即是它可以這樣 生出來之後 做一個功能性 做一個功能性 兩邊打開就變成一個圓桌 就是圓桌 這樣的話 有時候表現家裡多來幾個朋友 過時過節 都有地方可以坐下來吃 平時的表現人小事 便可以收納進去 變成一個方桌 比較坑位 你現在是時興的 是現在是時興 因為這是屬於功能性 是功能性 還有我們的椅子 這些全部都是皮的餐桌 坐起來會比較舒適 這些款式 都可以根據業主的要求來選配 是我們是定制的 即是顏色或者一些皮布 這些都可以選 是我們是定制的 包括皮的顏色 包括餐桌的顏色 桌面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都可以替換 我們會因應我們業主的風格 去選下一個大袋 包括現在走過來 我們看我們業主的位置 是它的梳化 這張梳化 就是一張科技部的梳化 科技部的梳化 都是定制的 包括它的尺寸 還有我們的顏色 還有我們的材料 我們都可以根據業主的要求 去選下的定制 然後科技部 它是易打理 然後你可以感受一下 它坐上去的舒適度也很好 因為我們全部採用的 就是高密度的漢物 即是保證了我們一個舒適性 還有一個方便打理 還有一個顏色風格的搭配 各方面我們都會幫業主 去想好這個 是 然後做了一個簡單的電視櫃 第一 因為這個空間大概去到三米三 我們不會在這個電視場上 做太多的櫃 太花效的東西 很簡單 我幫業主搭配了一個 給其他牆身 深色一點的雨膠漆 去做為一個主場 突出它在一個電視場的位置 然後都簡單做了一個收納的電視櫃 比如說裡面可以放回電視櫃 電視櫃、Wi-Fi這些東西都可以放在下面 所以這些配色都很重要 是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時候 全部會幫業主搭配好 然後我們會出3D的一個效果圖 給業主看到 它最終做出來的效果和效果是一致的 這樣它才會很清楚 我們自己做出來是怎樣 包括我們的燈色可以變光 整個風格會幫助業主搭配 然後去到我們一個露台的位置 窗鏈也是我們幫業主搭配的 比如說一個簡單顏色的窗鏈 包括我們一個陽台的區域 陽台的區域 我們不要進行風窗 因為本身這個開發箱 這個膠樓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準 因為它聽到的深度是夠的 我們不要進行風窗 當然我們的陽台主要功能是甚麼呢 落山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洗衣機 然後因為這個位置沒有風窗 我們幫業主設計了洗衣機怪 然後這個洗衣機是全履下金的 所以它不怕風吹雨打 日曬雨冷 然後洗衣機放在這裡 下面我們做了一個台的處理 因為有水的話 我們也不會做到我們那個洗衣機 還有洗衣機上面我們設計了一個 洗手 初衣 對 初衣 洗手 有水的地方 這個桌面都是一體的設計 沒有任何的摺放 床下角的地方 然後整個顏色我們都跟回整個整體的設計 即是這裡洗完衣服 上面這個位置就落衣了 你也留意到了 當然 這個就是一個電動的 手動式的兩衣架 我們有電動的有手動式的 即是符式也是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選擇 你喜歡手動也可以 自動也可以 半自動也可以 可以 這些我們全部都可以幫業主去 盡量一個扣折 還有開裝 只要你要什麼功能 我們就可以盡量 這些看價錢 是 然後 這個單位其實是一個三房的單位 現在我們夏天的部分 我們就講解完了 然後就去到我們房間的區域去參觀一下 好 因為我們的師傅現在在裝蚊網 可以鑑定蚊網 是怎樣做的 好 我們走廊這個區域一樣 都是跟回我們的長板 即是整個屋子 沿著牆邊都是做了這些 對 這個區域是一個人版 免得小朋友好像走出來掛花 或者做到這些場體 而顏色我們都跟回我們全貴身的顏色 包括我們的房門 和我們的長板顏色都跟回一致 免得整個顏色有差異 是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公圍 公圍我們沒有盡量的修改 因為本身其實 時代天韻它的膠色標準很高 所以衛生間的功能和顏色 這方面都可以 我們就沒有去改動 然後改動了就是房間 這一天到第一間 其實這裡有一張床褥 這張床褥都是我們幫議主搭配的 我們都有床褥 定制的 是 都可以提到尺寸和功能 我們可以根據二主要求 給長輩的小朋友 或者自己不同的款式 或者是軟硬度 軟硬硬 都可以去到我們自己去體驗 然後進來可能會比較窄 因為我們現在師傅 把床面移開了 剛好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張床的結構 功能性有很多 是 這張床是一張定制的Tatami床 因為它是有儲物功能的 不是傳統式的排櫃層床 然後它裡面有儲物空間 每個櫃門都可以打開 裡面有時候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 物品 就可以增加整體的收納性 還有它本身有一個飄窗 飄窗那裡我們幫議主做了飄窗墊 還有藏了寫磁瓶 所以整個功能這方面都比較好用 當然這邊擋住了我們 我們有一個衣櫃 還有一個梳檔 一個區域 是 這個我們後期都可以提供一些 當初時的設計效果圖 給予我們衣櫃 不是 這個房間我看到封了窗 是 它的窗本身是有的 現在你看到我們師傅已經裝好蚊網 它本身這個位置是有一個開窗位的 我們師傅做了一個三段式蚊網 大家留意到現在我們中間這一段是打開了的 我們平時打開中間這一段 就可以進行一個開窗和關窗的操作 其實開窗和關窗後 可以把這個蚊網這個部分放下來 就變成一個完全遮擋的效果 明白 可以防到蚊 本身這個位置是有戶欄用的 明白 然後這邊又來到我們另外一間小的房間 其實這間房間是很小的 是 這間房間是給小朋友用來做居住用途的 雖然小但也要有齊些功能 這間房間是一個定制的床 上面放一張床樓 裡面一樣都是有儲物的功能 也是有儲物的功能 也是有儲物的功能 這樣小朋友你知道 從小到大很多東西會被放 平時一不上就放進去 放一張床樓 這個位置是一張床樓 然後我們也幫它設計了一張小小的一個書桌 書桌櫃平時的寫座 都可以在這個空間操作 上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吊櫃 可以有時放下它手中的光仔 放一些掌座 會具 留下我們現在的冷氣機的位置 這邊我們那個位置做了一個小型狗的衣� 比如說裡面掛山 基本上小朋友來說 就足夠它會使用 另外上面我們做了一個儲物櫃 原來有時可以放在皮膚 有任何東西都可以放在上 加上我們考慮到一個小朋友的安全帖 就會幫我們做了一些懸疑的事 我們不會留下太多的煎鍋位 因為空間不會很高 防止碰撞 安全性會比較高 有時候這個位置可以擺下 他自己喜歡的工仔 擺設品等等 明白 然後這邊來到我們一個主人房屋區 這裏有一個套房 它有自己的衛生間 原來原裝房 這邊我們做了一個拖門式的衣櫃 拖門式的衣櫃 其實我們衣櫃門都很絲滑 有一點輕輕推過去 可以自己修過去 這個衣櫃 另外就是一個定制的床 這張床是油壓的 這張床是油壓的 靠油壓裝置來升回床褥 即是不需要另外搬開床褥去奉野 有不同的功能 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去做 下定制也可以 外面做一個櫃桶 外面做一個櫃桶 裡面就是一個升共的油壓床 然後配床褥 加上這些位置都是配置一張梳檔桌 然後這個背景我們是 幫二主定制座 做了一個長板的背景 做了一個伸展式的打盤 例如床頭位置的床頭燈 包括本身的開關 那些梳製位置 我們都幫二主進行移動 是 床頭燈 這些我們全部 本身開關的電位和梳製位 是不一定適合你用的 我們在裝修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幫二主進行移位 或者是覺得梳製不足 我們去增加梳製位 讓它更方便的利益 增加梳製位 這邊就很明顯 它本身這個位置 是一個 即是昇龍比較窄 它要掛太電視 梳製開始時 只有這個位置有一個 然後 比如說二主 我想多加兩個梳製 OK 沒問題 我現在要重新燃油 我們開槽 在上面這個位置 幫二主進行移動 看到 插梳製位 根據業主的需求 來進行改造工程 所以有時候 蒸裝磅其實很多方面 都可以優化它 然後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幫助窗簾 這個位置的蚊網 我們裝好 用蚊網的位置 我們推出去 然後再進行一個關閉 這樣的話 給它說的窗簾 我們這樣升上去之後 這個位置 定位置 推出去 然後再將這個位置 放下來 我這個位置 是完全可以擋到 蚊網 讓它進來 然後這個位置 是不可以自己打開的 防止有時候 有些小朋友 鎖死了 不會讓小朋友這樣走過去 因為這個高度 對於標槽來說是比較危險的 這樣有安全 我們又把原先的網 那個圍欄 對 這個位置的採光方面 會更加好 沒有太多遮囊 明白的 這個單位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這個單位 它本身是一個精裝房 也是剛才我說的 增加了我們一些 儲物空間 其實這間房間最大的勾勢 就是儲物 像我剛才說的 三張床其實都是可以放東西 是呀 看到 還有我們所有定制衣櫃 所有可以利用到的空間 我們幫我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單位它的住設 就是利用它所有可用的空間 是 作為一個儲物 是 還有比如說 這裡居住大概是六口人 是 我們要滿足到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 怪不得你們的餐桌 它要配備一個功能性 可以變成圓桌 大桌 大桌 就是平日間 如果是偶爾一兩個人 在家裡吃飯的時候 就不用說更難 多人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變成圓桌 所以我們更多的設計 還有這些東西 是根據我們儀主本身的要求 還有生活習慣 實際的可以幫儀主去做的 是 包括顏色風格的東西 比如說精裝房 我們要改一些油漆的顏色 除外的顏色 我們都可以根據我們 以主的意外去改 甚至是我們 初步交通完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3D圖 即有顏色的3D圖 可以讓耳主見到 它未來裝修出來的效果 是怎樣的 明白 這個單位應該介紹得差不多 不知道 電視觀眾 你們覺得這個單位 如何考慮 如果說有考慮 可以歡迎找回我們自家兄弟 或者下一集我們再看看Locky 可以帶我們去看什麼更好的 或者更加多參考性的單位 是 好的 任何需求都可以諮詢我們 好的 好的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給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戶型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看樓安排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靈盤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